我們現在用這個 玩過了之後 你可以用什麼 用多個裝置的控制 什麼叫多個裝置的控制 你看這邊 剛剛我現在是用這一台對不對 我現在這一台的參波 我可以用這台參波 來控制我另外一個板子 比如說我有另外一個開發板 我就再把它拉出來 有沒有 這是一個 這是還有另外一個 那我手邊還有剛剛你們玩的那個有一燈 我這是馬克一號 所以我告訴他 我有另外一個板子 叫做這個名字 好 那他提供一個 這個我先放在旁邊 也就是說 我有一個板子 提供參波 有一個板子 我提供的是LED 在這裡 我就把LED找出來 腳位是10 有沒有 就是我不要透過麵包板的 就通通通同一個人 我用不同台也可以 好 那我這這樣子呢 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兩個要串在一起 就是要做串聯 這兩個勾起來 勾起來以後 我就可以告訴他 如果 你看開發板裡面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對不對 下面有沒有開發板串聯完成 如果他們兩個 有在網路上 我們串聯成功之後 我就來怎麼樣 當超音波距離 如果 超音波距離多少的時候 還記得嗎 我這個先放進來 然後是放在這裡 有沒有 我們剛剛模擬器在玩的 如果 什麼事情 超音波取得的距離 對 放進來 大於等於小於 有沒有 小於 數學式 有沒有我們剛剛玩的 都在這裡面了 那我就把 好 小於它 我就把LED燈用閃爍的 好了 否則 就怎麼樣 就直接關掉 直接把它設為off就好 這樣我就可以真的玩看看 那你看這裡一台 這邊一個 好 這邊一個 兩個 我們就可以看看 4 有沒有 4的時候亮一下 對不對 我現在比較輕一點 來 我用這個板子 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 在閃爍 對不對 所以 WebDuno它的好處就是 它 多個裝飾之間的互動 其實比較容易 我拿開 有沒有超過了 這樣 有沒有不要利用最後一分鐘 玩玩看 剛剛有人有LED燈嗎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試看看 來換給你 好嗎 好嗎 可以